怎么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扛 删的不够针 再来一条 对不起 对不起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再来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再来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再来 用点力 用点力行不行 李总 消消气嘛 就算所有人都走了 我雷妹 也会陪在您身边的 没想到你还挺忠心 唉 之前你觉得人家业务能力差 不捧人家 现在知道人家的好了吧 我李毅身边不缺有能力的人 就缺忠心的狗 李总 只要你开心 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你放心 以后你就是三喜娱乐的一姐了 世国娱乐 紫衣啊 之前拍的都不错 今天也加油啊 好的导演 诶 段紫衣的对手戏演员呢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没来啊 来了来了 雷姐 没想到今天和我打戏的演员竟然是你 我还要感谢你呢 要不是你离开三喜娱乐 哪有我的出头之日啊 放心吧好妹妹 等一下拍戏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来个声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女人 你把咖啡都把我文件上了 对不起啊 妹妹 打疼你了吧 没事 我们接着来吧 开个声 你 哎呀 你把咖啡都撒我文件上了 你知道这个文件多重要吗 快把你们经历给我交出来 对不起 我们 我们经历她 啊 紫衣 你怎么回事啊 台词说的磕磕巴巴的 对不起导演 刚刚一巴掌 走后扇的脑袋有点懵 对不起 好了 再来一条 哎呀 导演真是的 后期配音补就好了 妹妹 真是辛苦你了 来个声 这又是谁啊 这戏还让不让拍了 你谁啊你啊 你还让不让我拍戏了 你要是不想拍的话 我随时可以找人把你剃掉 怎么和投资人说话的 反了你了 吴总 您对刚刚这场戏不满意 不满意 为什么女主要被一个配角扇巴着 改改改 马上改 赶紧的 导演 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我改剧本 吴总 还疼不疼 不疼了 你也是好欺负 他答念你不会还回去吗 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戏是戏啊 好好拍戏自然没什么 但他要搞事你就不能惯着 可是 放心吧 有我在呢 开始吧 埃格尘 怎么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怎么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扛 删的不够针 再来一条 对不起对不起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再来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再来 有钱就能欺负服务员 导演 导演 配角搭不了戏了 我们换个 好好 我立马让人去找 习惟 习万 胡了 李总 吴氏国那小子 不自量力 你何必侵犯呢 吴氏国那小子 居然偷了那不行 还捧那个小金人当女主 他也配 李总 你可要帮我做主啊 他那哪打的是我的脸 分明是您的脸 他敢 别哭了 哭哭啼啼的 不嫌丢人吗 把老子运都哭没了 你放心 你今天所说的耻辱 我定让他吴氏国 加倍还回来 紫怡 段紫怡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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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遥 无事国 你还没睡啊 你还知道回家 这些天你白天忙 晚上也忙 你干脆死外边得了 四遥你听我解释 你和他解释去吧 四遥 你先帮我放开四遥 这没想到 你这平日里爱话还挺独特啊 哎呦 哎呦 轻点 别把腰踩坏了 受损失的还不是你 我看 叶玉寇或者段子怡吧 哎呦 你说什么呢子怡 什么啊 我说这是四遥 你说什么呢 我说四遥 四遥 四遥 哎呦 好啊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在外面乱搞